美食家 實在說我又沒有算是甚麼美食家 其實如果是吃到對 那如果感覺說這真的有好吃 有好料還有好康 這樣我就會把手機拿出來 一一一的來給大家分享 今天朋友請來這裡吃 兩個新推出的美食 一個義大利麵 一個燉飯 既然有人要請我吃吃 在這裡就是一流的義大利 燉飯和義大利麵 當然就來去了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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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 pap 前餐 我們吃過這個 這是前餐 來這間咖啡 喝咖啡 彈四輝 或是說來這裡看漫畫書 如果還有好吃的料理 這樣就可以泡在幾半天了 好 來美食家 吃得怎麼樣 吃得好 是要清淡 對台南的口味來說是要清淡 對台南的口味來說是要清淡 對台南口味來說是要清淡 他的食材都吃OK 他的食材都吃OK 吃OK 適合在這一個環境吃飯嗎 吃這種 基本很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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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想吃台南的口味 基本很好 你們什麼時候要開始 已經算開始 已經算開始了 我都一定來吃吃鬼 來 漂亮嗎 你吃得怎麼樣 這燉雞的雞肉挑的不錯 然後蔬菜 蔬菜 蔬菜裡面的 蔬菜裡面的 我覺得很嫩 不錯 對 還有去骨 當然 這個湯是白花椰菜濃湯 白花椰菜濃湯 白花椰菜是我們自己燉的 自己燉的 白花椰菜濃湯 對